哈囉大家好,我是River 這次我想要嘗試一個全新的系列 叫做排球少年點名錄 這個系列主要會和大家聊聊 排球少年裡面一些有趣的排行 第一支影片我想先和大家聊聊 我心目中攻城線內10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攻擊手 我會依照球員的表現、六位能力圖、特色、身體素質 以及我個人的一點私心來進行排行 這個排行並不是絕對的 也歡迎大家在留言區分享你自己心目中的人選 接著就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如果你喜歡排球少年,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也別忘記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能在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 首先,我心目中的第10名是 角川高中的一年級主攻手 百折熊大 他的身高有201公分 是目前攻城線內最高的球員 除了身高橫高之外 力量與爆發力都是接近滿分的4分 是一個非常可怕的重砲手 角川高中為了善用百折的身高 二傳手會舉出橫高的球 讓他能夠有充分的時間助跑 在扣球時的高度可以很輕鬆地超過大部分球員的籃網高度 因為擊球點很高 所以可以扣出大角度的斜線球 非常的難以防守 但百折的弱點在於對排球還不夠熟練 且比賽經驗相當少 因為才剛開始打排球沒多久 在春高預選賽對上烏野的時候 只擅長朝著身體面對的方向打出斜線扣球 還無法打出具有威脅性的直線球 在被烏野知道這一點之後 百折就被團隊防守給針對 讓他被迫和烏野接球最強的自由人西谷正面對決 不過還是有不少球可以靠著力量與角度讓西谷把球給接噴 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球員 之後也被選為百鳥哲一年級強化合作的一員 只要好好訓練的話 未來絕對能夠成為攻城線內前段般的攻擊手 再來我心目中的第九名是 挑戰士高中的趙導遊爾 挑戰士高中的標語雖然是徒實剛毅 但球風卻是以樂在其中的玩耍文明 打法非常豪放自由 很喜歡模仿對手看起來很帥的招式 其中趙導更是這種球風的核心人物 他是隊上的主攻手 身高為177公分 六位能力中所有能力都是中上等級 而趙導最強大的武器是 身體的協調性相當好 即使隊友沒有把球給舉好 仍然可以用非常不科學的方式打出超高難度的回擊 在對上屋野高中的時候 有一球因為東風發的球太猛 導致一二傳都沒有接好 趙導卻可以先在背著對手的情況下追球 然後在起跳轉身回扣直接得分 這一球除了難度相當高之外 對防守者來說也相當的難以預測 在排球這種高速的運動當中 接球時能夠反應的時間很短 所以在防守時會透過觀察對手的動作來進行預判 增加反應的時間 但是趙導這種freestyle的攻擊方式很難做預判 沒有到最後一刻基本上很難判斷他會怎麼打過來 這類型的攻擊手只要撞他一起來 就會變得非常可怕 可惜的是趙導的失誤率太高 與屋野對戰時好幾球都是因為失誤而讓對手得了不少分 甚至連賽末點都是因為失誤而讓對手拿下的 如果可以降低失誤率的話 我會給他更前面的排名 再來是第八名 金谷賢太郎 金谷是信業成希二年級的攻擊手 在IH預減賽中並沒有登場 因為在高一時的練習賽中和三年級的學長發生了衝突 之後就很少出現在社團當中 不過在春高線內的代表決定賽的時候回歸 金谷的個性和扣球方式都非常的狂野 對扣球極度渴望 還會因為太久沒有上場而搶二傳手舉給別人的球來扣 被吉川稱呼為小狂犬 金谷的身體斷裂得非常好 且從扣球的預備姿勢可以看出他的身體非常具有彈性 可以很好地把全身的力量都傳遞到球上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球是 他從球場右方的場外跑進來 然後扣出一個對角的超大斜線球 由於屋野的三人都集中到了右側籃網 導致左側的門戶大開 球直接砸在前場 且速度之快 再後方的大地根本來不及反應 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球彈出場外 說真的 這一球真的超帥 除了高球的重砲式進攻外 小狂犬也能和吉川搭配打出快攻 面對屋野時 一擅長就直接連R3分 攻擊火力非常可怕 不過缺點是很容易被挑釁 而且不太會動腦打球 只會球來就扣 還當著教練的面說出 攻擊一定要用力扣球才過癮 加上失誤率有點高 算是一把雙面刃 如果稍微會放點小球的話 巧狂犬的殺傷力一定會更高 第七名 白鳥澤的王牌接班人 武色宮 武色是白鳥澤裡唯一一位 一年級就當上先發的球員 白鳥澤的排球射裡面 有很多球員都是體保身 每一個人的實力都非常強勁 能夠當上正選的武色 可以說是裡面的佼佼者 武色的六圍能力相當平均 身高也有181.5公分 最力能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直線球 打得非常乾淨俐落 可以遞開藍王手之後穩穩的打在線內 有打過排球的人應該知道 直線球的難度可比斜線來的困難許多 因為斜線與底線的距離絕對比直線來的長 而且如果是從兩側2號或是4號位攻擊的話 直線球的路徑也很靠近邊線 也就是說 直線球比斜線球更容易打出界 容錯率較低 不過相反的 攻擊手難打的球對於防守者來說也不好接 因為球的路徑較短 接球者能夠反應的時間也比較少 不過由於武色還只是一年級而已 穩定性還有再加強 你在此的失誤不少 未來只要累積多一點實戰經驗的話 我相信武色能夠成長成更可怕的攻擊手 第六位是烏野高中的二年級王牌 田中龍之界 田中在扣球的威力上是 警視與東風的烏野第二大砲 在六位速率中的力量值是滿分無分 經常可以光靠力量就突破對手的籃王 雖然田中的外表像是一個小混混 個性有時也很火爆 但是在扣球的技術上意外的前手 時常可以看到他把球打在籃王手的手上造成打手出界 也就是所謂的touch out 對攻擊手而言 可以說是最具技巧性的得分方式 而且我認為打手出界對於籃王手來說 也是最討厭的一種結果 因為就算沒有碰到球 身後的隊友還是有機會可以把球給接起來 但打手出界要補救的難度就非常高 除此之外 田中的心理素質超乎常人 在IH顯賽對上清晨的時候 田中一度被擊穿的發球給針對 讓他受到極大的壓力 且在後續的進攻上被對手的籃王給封死 一般人面對到這樣的狀況應該會相當的消沉 但田中卻是雙手用力一拍自己的臉頰 馬上就恢復了過來 並在之後的擊灰球時 大聲的呼喊拖球 完全忘掉了先前的失誤 只專注在眼前的機會 雖然田中平時的失誤不少 也很容易被對手給挑釁 但是他擁有著即使被逼到絕境 仍然不會影響表現的強韌抗壓性 被吳陽教練評價為擁有不折不扣的王牌的資質 第五名清夜晨曦的王牌 顏拳一 雖然講到清晨 大家多半是想到擊穿 但是能夠讓清晨成為線內強權 單靠擊穿是遠遠不夠的 吳陽教練曾說 清晨是線內完成度最高的球隊 而顏拳正是這支球隊裡面攻擊火力最強的人 在無為能力中 力量是滿分五分 而且在體能與肌肉強路上完勝小狂犬 好幾次單靠力量就攻破月島和影山這兩位烏野長人的籃網 且心理素質極強 面對一大工業的鐵壁籃網也毫無畏懼 還特別要求擊穿把球舉給他與對方正面對決 即使面對對方三個長人的籃網 也能發現破口正面攻破 而顏拳與擊穿從小就一起打球 培養出非常好的默契 所以可以說只有顏拳才能夠激發出擊穿的最大值 和擊穿配合的快攻還一度快到讓溪谷反應不過來 連球都沒有碰到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球是 春高線內代表決定賽對上烏野時 因為隊友一傳失誤 導致擊穿只能跑出場外救球 而擊穿的一個手勢就讓顏拳知道球會舉過來 在一個失去重心的超遠距離長傳下 顏拳卻能分毫不差的掌握時機 充分展現出兩人極佳的默契 而這一球硬生生的讓大帝給接盆 要是沒有田中那個超扯的孤身舊球 烏野能不能晉級決賽都還很難說 東城線內攻擊手的第四名 我給了烏野的王牌 東風去 或許很多人會覺得 東風沒有怎麼特別突出的表現 而且還很玻璃心 但我認為 東風是一位非常恐怖的攻擊手 他的強大在於他的穩定度 以及他那可以撕裂狼網的扣球威力 官方給出的力量數值是滿分五分 是烏野裡面威力最強的攻擊手 除了與伊達工業的那場比賽 因為先前的陰影還在 讓東風前面打得比較悶 不過在西谷與隊友的努力下 東風用自己的手拿下了賽末點 從此東風就找回了狀態 在後續的比賽中都能穩定的發揮 雖然在場外偶爾還是會表現得很軟弱 但一上場完全沒有跟你在怕的 在對上白鳥澤打到第五局的時候 影山因為體力不支而換肩原先發 月島也因為受傷而休息過 大帝和日向在後半的時候 都出現大腿肌肉疲勞的狀態 唯獨東風打滿全場 沒有休息也沒有腿軟 雖然東風不像日向那樣增長跑 但是跳起來扣球的次數絕對比大帝還多 還可以在關鍵時刻全力起跳扣球 正面突破牛島的難忘 作為烏野的王牌實至名歸 接著我心目中的第三名是烏野的最強誘餌 日向翔陽 日向的可怕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可以隨時起跳和影山配合打出副節奏的怪人快攻 光是這一點就已經有很強的得分能力了 還能用自身快速的機動力在場上來回奔跑 來轉移對方藍王手的注意 創造其他攻擊手的進攻空間 烏野的田中跟東風很多時候可以輕鬆扣球取分的這個功勞 都是要算在日向頭上的 重點是日向的體力超級好 你很有可能為了要反反他而導致自己的體力先被榨乾 而且在經過東京強化合術之後 日向學會了打手出界以及放小球等招式 讓他在空中戰的對抗力大幅提升 變成了一個更加難纏的存在 已經可以說是如果你想要打贏烏野 就一定要找出封鎖日向這個點位的方法 否則的話很難取勝 我心目中的第二名是河九谷男的隊長 中島猛 中島的身高為173公分 並不是特別高大的選手 但認為能力非常可怕 除了頭腦之外都在4分以上 而且扣球技術非常了得 很擅長打手出界 被烏仰教練評價為 打法很像成績的小巨人 而中島自己也很崇拜烏野的小巨人 並在比賽中暗自對日向說到 未來會超越小巨人的那個人會是自己 我前面有提到過 打手出界對於攻擊手來說是一個非常具有技巧性的打法 而且也是籃王手最討厭的模式 看到中島的扣球方式 月島也一點厭惡的說出 從籃王手的角度來說 很討厭那種類型的扣球手 比賽中 在面對到烏野高中三人籃王的局面時 仍然可以利用自己扎實的空中彈技術 瞄準籃王的邊緣將球打手出界來取分 也能打出非常刁鑽的直線扣球 控球能力相當了得 重點是整場下來幾乎沒有什麼失誤 穩定性極高 所以我個人認為 就個人進攻能力而言 中島的實力在攻城線內僅次於牛島而已 但很可惜的是 其他隊友的實力較為普通 雖然中島的得分能力很強 但和久古南基本上也擋不住烏野的進攻 如果中島可以進入清城和集算搭配的話 我相信清城可以進入全國大賽的金貴 將會大幅提升 說牛島落力是攻城線第一的攻擊手 我想應該不會有人反對吧 牛島從國中開始就一度碾壓強效 北算第一 在高中也是完全斷獸了清城進軍全國的道路 身高有188公分 鍛鍊扎實的體魄 隊伍等級的體力 加上是球場上罕見的桌撇子 即使是放在全國也是實力排名前三的攻擊手 白鳥則一直都是全國大賽的常客 這幾屆更是因為牛島的關係 整個隊伍的戰術都是圍繞著他進行 舊將教練在選擇二傳手是選擇白布而不是賴劍硬太 單純論技術來看 賴劍硬太的實力是在白布之上的 但由於賴劍的個人主義較強 比較不適合以牛島為中心的體系 牛島的扣球基本上靠著力量就能夠壓制大部分的隊伍了 但他的扣球不僅僅只是威力強大而已 技術也相當優秀 出手前能夠很仔細觀察對手籃網 以及後排防守球員的站位 甚至能在空中改變扣球的方向 還會根據戰況適時的放小球 在與巫爺的對戰中 就算被對方研究透徹使用團隊防守來針對 仍然五局打好打滿 且拿下了全隊將近一半的分數 全場只有被籃網封死一球 而那一球還是因為二傳手的失誤所造成的 說真的 要不是巫爺這場比賽好幾球有運氣的加成 關鳥澤應該仍然會是宮城縣的代表 今天的排球少年點名錄就到這邊 你心目中宮城縣的攻守排名會是什麼樣子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按下喜歡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讚追蹤我的粉絲專頁 我是River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